通常 身體上面的撞牆起的人 都能碎碎莉莉的出座 但是 心理上的撞牆起 反而都撞不過去 喔 我怎麼會想要來這邊做 然後變成說 這種爛工作怎麼會想要來做 我們要給一些碰到撞牆起的人 一些建議 珍珍 珍珍 這麼兇懷 沒有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A.R.A. 哀悠 我試一下 這裡是 太陽下男的舞后 我是瑞 又來到我們聊聊咕咪啦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的主題就是 為什麼版本會有撞牆起呢 總共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 身體的撞牆起 一種是 心體的撞牆起 那今天為什麼要聊到撞牆起呢 大家都知道 阿瑞目前至於強力的徵求 鋁合金施作團隊 那就來了非常多的新人啊 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呢 不是鋁合金怎麼安裝怎麼施作的SOP 反而是陽光的曝曬 以及高強度的工地現場 天氣太熱熱到受不了 全身疲勞 手腕痛 手握不起來 手握不太住 你下班吃飯手就會抖 工作的手痠腳痠 連腦袋都痠 必須要記住學長家的每一步 還有呢就是大量的脫水 以及陽光曝曬的撞鼠 出耐熱 無法適應 全懶得鬥啊 洗完澡就會馬上睡覺 這些都會讓你在工作的時候呢 覺得好不想上班喔 這裡痛 那裡痛 到處都在痛 那怎麼用去克服這樣撞牆起來 武力面對 靠自己的意識力 就是一直上班 你就是說你手累了還是要上班 就是靠意識克服啊 就像以前在練體育一樣 就是只有撐過去 就好像進化跟升級一樣 你就撐過去那段你不想要的時間 你才會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 阿瑞呢已經離這個重量級太遠了 我給的建議不一定是對 但是一定是有效的喔 第一個呢你就不要想太多 我通常都會跟新人說 你明天還是要來 讓身體去習慣這樣的勞動類 一定會很痠很痛 爬不起床 最能存放的方式就是 就是連想都不要想 來就對了 就是做就對了 早上永遠睡不飽 永遠想再多睡五分鐘 前一天一定要睡好喔 不能凹夜喔 你只要休息超過兩天 你沒有去突破它 沒有讓身體習慣它的時候 你休息 你身體恢復了 隔天再上班的時候 你還是會很累 可是我沒有想過要放棄 也是硬著頭皮 所以阿瑞建議新人的撞牆期呢 每天早早睡 不要想太多 努力工作上班就對了 第二個撞牆期 通常發生在你第一個撞牆期 已經克服完 你已經每天可以上下班的時候 就是心理上的撞牆期 我到底適不適合做法國 我真的要在工地裡面上班嗎 就一開始吧 一開始一定多多少少會被唸 就是剛開始做的時候 很多人在阿瑞的YouTube裡面 知道資訊之後來上班 選擇離職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家裡的反對 他沒有辦法接受人家 在背後依律這件事情 所以呢他就選擇 要離開阿瑞的團隊 那阿瑞覺得非常可惜 通常身體上面的撞牆期呢 都能順順利利的突破 但是心理上的撞牆期 反而都撞不過去 喔我怎麼會想要來這邊做 然後變成說 這種爛工作怎麼會想要來做 所以呢 瑞通常在自己的團隊的時候 我最常問的一句就是 你還好嗎 你心裡面有生病嗎 有什麼事情需要跟我說的嗎 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幫你解決的嗎 阿瑞覺得 心理通常會碰上這兩樣撞牆期 我們就來看一下 突破了心理上面的撞牆期 跟身體上面的撞牆期的學長們 給的一些建言吧 歡迎我們的超級老班長阿董師傅 請問撞牆期會發生在何時 三個禮拜至一個月的時候 半個月之後 大概剛來的兩三個禮拜吧 一兩個禮拜前 第一天 第二天 一個禮拜 有沒有給一些 撞牆撞撞牆期的人一些建議 師傅 永遠說的都對 在你還不會之前 絕對不要頂嘴 除非你自己學會了 你再來反駁 你再來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那就慢慢來囉 就慢慢去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 痠痛的時候就貼個藥布 然後就來衝突 然後不要為了痠痛 未必找理由 我們做久一點的人的意見 你要再慢慢的尋找說自己 屬於哪個部分你就專心投入 才會有一個帶給團隊的一個價值 每個細節都是可以做到最好的 但你的強項是什麼 你就要自己去領悟到 有心要來學就是 加油 我覺得就是努力啦 為了這份工作 揮灑汗水 努力提升自己 真的 沒有環環境 你覺得那麼講 有沒有道理呢 那喜歡阿瑞頻道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見 我先剪片 掰掰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